中和双旋翼无人机死磕的王孟秋 为我们讲述了什么叫科技男的浪漫梦想 我们在前一步 基本上的一个空白 这个就是真的是我们的梦中情人 本期节目 我们将带领大家走进一位 在网络世界行侠仗义的黑客 我们的目的是发现这些个攻击的漏洞 然后来去修复它 是什么原因 让SpaceX首席执行官马斯克都想见他 因为它黑掉了特斯拉 远程地把这个特斯拉给开走 哦 现场它又带来怎样的黑科技设备 让张大大尖叫不已 这么紧啊这个 中国工程院院士阿里云创始人 2050自愿者王坚 知名主持人2050自愿者张大大 浙江大学百人计划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纪首领 斯坦福大学计算机博士王孟秋 科技爱好者2050自愿者 李依佩亲情加盟 共同见证 预见2050预见未来 马上开始 本期主人公 厉害了 连SpaceX的马斯克都要对他甘拜下风 什么来头 认识一下 你心目中的黑客是这样的 猪狗现在怎么样 有点什么进展 还在眼睛没有什么进展 你跟我讲一下现在干嘛吗 所以我现在在看他的数据 画面中这个人其实是一个网络安全专家 我叫李君 是做网络安全研究的 现在在360未来安全研究院做研究工作 主要的研究一些我们的物联网 车联网这些安全性 我们其实也算是一种黑客 叫白马黑客 我们的目的是发现这些个攻击的漏洞 然后来去修复它 黑客是实际上直接理解的话 他不是去干坏事 他实际上干好事 就是来保证安全的 不是把这个一个安全东西搞成不安全的 这是我对他们的这个理解 在这个信息发达的社会 网络在带给生活智能的同时 也在带给他更多的弱点 李君和同事每天争分夺秒 就是为了找到各种智能设备的软肋 在李君看来 自己更像是一个在网络世界中 行侠正义的侠客 保护大家免受网络安全漏洞的侵害 2017年 李君所在的独角兽团队 花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成功黑掉了特斯拉 就我们能够干扰他的这些个感应 周围障碍物的传感器 也是可以去远程的把这个特斯拉给开走的 李君所在的团队将这一漏洞报告给特斯拉 随后特斯拉修复了这个安全漏洞 特斯拉CEO马斯克还和他见了面 李君等四人成为了2018年 国内唯一入选特斯拉安全名人堂的团队 同时世界各种顶级黑客大会都有李君的身影 据黑掉特斯拉已经过去了三年 智能汽车技术更迭日新月异 李君决定再一次向智能汽车发出挑战 他肯定也会跟一系列的服务器去通讯 这一次他能成功吗 我说句实话就是 你还不如就跟片子一样穿个T恤 可能更像一个传统印象当中的黑客 现在思问的像个学问人 前两天在汽车下面砖的时候 T恤脏了没洗呢 就一件T恤是吧 对 对他做的事情还蛮感兴趣的 因为他黑掉了特斯拉 特斯拉 当时为什么专家想要去骇客这个特斯拉呢 小的来说的话就比较好玩嘛 因为 比较好玩 从大的来说的话 它是一个未来的趋势 就智能汽车联网和自动驾驶 很多左翼的智能汽车的厂商的话 可能把它当成一个模板 所以能够把这个模板黑掉 首先说有成就感 另外一个说它是一个新东西会好玩 然后从大典来说的话 就会给很多其他厂商一些启示 真的是可以远程对那个车辆实施控制 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程度的控制 比如说我们能够把汽车开走 但有的话其实是可以控制转向 控制这个刹车的那些影响到人身安全的 据我们导演说 就是第一次到他办公室见面之后 我们导演在他面前 没有任何隐私可言 我们来看看这样的一个骸客 出现在我们身边 我们会变得多么的透明 你好 我是李俊 你好 我是徐坚 205年的导演 这一层是我们的那个 就是所有的性安全的研究的团队 都在这边 我可以教你一个 教你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 比如说你没有带卡 但是呢你又不想回家去拿 但是你保安就不让你进去 我给你演示一下 我怎么去可以去把人带卡刷了 我是这个 你是门卫 我是一个忘了带公卡的员工 我过来说 你好 没见过你啊 你新来的吗 你叫什么名字啊 好 就叫拜拜 就这样 所以这种小玩意儿都是你们平常都 就刷开了 会戴身上的吗 我不戴身上 这种东西就叫什么 就叫随时发挥 随时可以做的很简单一个东西 根本就不用回家了 我经常忘带卡 就比较就是喜欢用一些 新的创业的技术来解决一些问题嘛 你有没有什么银行卡你给我 我可以把你银行卡里面信息给读出来 真的吗 我可以知道你在哪儿去了 干有多少钱这种都可以看了 你要试一试吗 这么小吗 你可以试一试 你可以试一试 你可以试 这是你银行卡是吧 嗯 我拿过来这么一 放 哇 哇 哇 这连我卡里有多少余额都可以直接读出来 你的卡在你兜里吧 嗯 对 我就这么站在那边 你看 我的天 就跟刚刚那个是一样的是吧 对啊 这就是你的交易记录都在这了 现在手机很有小秘密支付 直接刷一下就可以支付了 就如果说你是简单的设置了一个生日的话 因为他可以读出你的身份证号码 他如果去尝试 就可以拿到你的这个密码 就可以决定中你的钱 天哪 但是我倒要教你们怎么防止 我也有妙招 就等他讲完以后我也有厉害的招数 这些就跟电影里演的是一样的对吧 对 所以电影里都是真实 电影里面有很多东西都是源于生活的 我们也会去做一些防护的产品 比如我们做这个卡套 卡套把你卡装里面 没什么了 我都就是这个了 就是卡套 就是卡套 就这样读不出来了 像这个的话 就我们带一个这样的设备上飞机 我们一开启它飞机 汇报它位置的那套无线系统就会瘫痪 就可以让飞机消失 所以为什么你再让你让你在登机飞机 飞起飞过程中 它要频繁地跟它的地面通讯的时候 让你少用 不要用手机 不要用电脑 就是为了防止干扰 这我们现在这个社会越来越 依靠什么网络啊 无线通讯啊 这些基础设施 利用这些基础设施去开发一些新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肯定要是考虑它的这个防护啊 这些安全的问题 是不是觉得就没有什么秘密可言 我刚想说我生活中就是避免跟这种做朋友 你知道 但我现在突然想我应该多交一些这些朋友 你想干什么 门禁卡那个很吓人哎 哎呦那看来我们尽量不要让陌生人靠近 或者接触我们的门禁卡呀 所以刚才那个方式对银行卡上的那个芯片也有 也有用也有用 因为银行卡也是通过电磁波来通信的 哎那我如果把银行卡存在手机里 现在不是都用那个某个配就是那种电 比较安全指数稍微高一点对不对 这个卡片的安全性解决了 你又引入了软件的安全性就另一个攻击面了 从通讯或者信息传递角度啊 它就是一定会变得越来越高效 但是呢可能越来越多的这种手 所谓的安全问题就会来就会来引入 那我觉得他们做技术的就是说 让它的这个安全问题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那最后呢大家还是愿意使用 所以我自己觉得你刚才那个建议是对的 就是把东西都放到手机里 但是你要保证手机不丢 这个所以你要是觉得有人很奇怪的拿你那个卡 那你就要动一下脑筋要不要给他 我觉得可能这个方面还是需要重新来认识 但我很好奇想问李军说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就是你这么注重这个网络安全 那你个人对这个网络安全有没有什么洁癖呢 肯定是会有一些不舒服的 比如说要来现场录节目要买保险嘛 我说那不用买保险 他要让我身份证什么 我就觉得第一个身份证别丑 第二个我觉得身份也是很隐私的信息 你连电视台来录节目给你买保险 那么对你负责任的事情 你都觉得不安全 对 就我觉得没什么用 因为这是挺安全的 然后比如说摄像头 我会弄一个物理的遮挡的东西 而不是说相信苹果说 摄像头一旦被使用 我们的灯一定会亮 他虽然这么说 我也不信 那我有个问题要问 就比如说我们很多软件都打开 对不对 你把手机就放那 然后你跟你朋友就在聊说 我觉得那个鞋很好看 你刚说完这个话 然后你打开那个软件 就突然跳出来这双鞋的一个推荐 怎么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呢 这种事情的话 我觉得很多人会以为说是有录音 有一识别 自然语言处理 就把这个数据拿去做 搜索 它有匹配的引擎嘛 但这种的话 因为其实代码审计啊 这种方式它很多弄出来 可能很多公司还是 我觉得还是不敢做 还有一些事情 比如说你女朋友本来 她就访问过这个鞋 她就现在面前跟你说 我喜欢这个鞋 但她以前有访问记录 你的出口的IP地址 你连过的WiFi名字 这些信息 被她的后台数据系统 给匹配到了之后 她一样可以推送 真的 比如说你不是在这个网站搜的 你是在另外一个网站 只是搜索这双鞋的基础讯息 等你走到这个购物网站的时候 购物网站就能够读到 你刚刚搜过的 他们是连起来的 对对对 您这个不要把账 这个寄到黑客上去 是另外的人的事情 对对 黑客是在真正关心 这个大家的安全问题 对对对 眼前这个看起来 是很牛的安全专家 其实并不是一个学霸 他中考只考了200多分 初中毕业就进了修车号 请问这是你吗 他怎么把这个 哎呀都不认真 我初中一年级的时候 眼睛就看不到黑板了 初中一年级上半年 我玩那个游戏机 你知道以前 那个俄罗斯方块吗 就是那个时候的话 我们那边的想法就是 你要是读书不认真 你读不好 你就去学个手艺 人家因为有一句话说的 叫什么 偏汗而不是手艺人了 在汽车领域 李军可以说是天赋异禀 能修好很多老师傅 都搞不定的车 正当大家都觉得 李军成年后 就可以自己开修车行了 以此机缘巧合 却彻底改变了 他的人生轨迹 有几个川大的教授 他们有个问题 就好久都没解决 好多人给他弄了 然后我就慢慢弄 给他弄好了 然后他好像是 当着我的面 给我们老板打电话 把其他人说了一顿 然后就搞得我很不好处 他就很内疚 他就你小猴 你在这儿 待着没意思 你要回去读书 才有前途 本想考技校的李军 发现技校老师的气球水平 还不如自己 他一边打工一边自学 最终成功考入 成都电子科技大学 又凭实力 考上了信息安全专业的研究生 延二那年 在校领导的推荐下 李军获得全额资助 参加了第十一届 中国计算机大会 迎来了他人生 又一转折点 在那个会议上 我真的是觉得 大开眼界 看到了很多 其他人在做的一些事情 非常长见识 也在计算机大会的时候 认识的 我来360的这个 领导人谈向深 当时有观众提问 就李军当时 就问了几个问题 因为当时 做汽车安全的人 还非常少嘛 能在这份位 能够提出问题 就已经非常非常难得了 我记得当时好像说 是如果你要 是要实习 或者找工作 你可以考虑一下360 就这样 李军进入了360 在公司里 李军也一直很出众 大家甚至给他 起了个外号 叫闹心军 这个外号是 他老板就会传出来 对 就因为他很 就是愿意去管闲事 我们自己的一些产品 我们自己的一些方向 他看到了 他就会提很多 很多意见 然后他的这种意见 有的可能会影响 别的团队的一些进度 或者是影响人家 一些方向 就是他会给他老板 找很多麻烦 因为很多人去到他老板那里投诉 你们又来给我们下指的 他在工作当中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热情 然后很专注投入的人 他的这种投入 甚至就是说 可能让他忽略掉了 很多的人情事故 然后没有什么人性 对一些 大破砂锅问到底 问到我的时候 我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最后就开始怀疑我自己 他的一些动手能力 包括他一些思维方式的 都是很信赢的 他是个好奇心非常强的人 他能想到一些 我们想不到的一些东西 他会做很多就是 破于正常人 或者是常人难以理解的事情 现实当中 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东西 今天带来的 我们感受一下 比如说之前我们 我也办一个黑客的聚会 但是很多观众过来 就握个手的 交锋一下名片 就走了 我是想说 你能不能静下心来 在那跟他好好交流交流 听一听 我就做了一个 这样一个锁 你比方我把这个垫接上 所以还是要垫 还是 所以把黑客干掉最好的方法 就是让他没有垫 对对对 黑客都死了 你比如说 你来的时候 你要在这跟我讲话 那行 你把你自己锁上 不是 你就拿大大做个实验嘛 那是 就会有念到吗 是完全的 大大三 不是上心 那你把手放进来 不会有电吧 不会有电 不会有电 你放心 哎呦 这么紧啊 你的手太大了 然后你放进来 现在他就锁上了 你出不来了 然后他这开始一个倒计时 半个小时 自动打开 对 30分钟自动打开 但你要提前走的话 你就得向他认怂 比如我跟他说一句话 我在DC010 我认怂了 好 既然你认怂 你可以走 开了 就开了 既然你认怂了 你就可以走了 对 他会嘲笑你 对 你不觉得这个会很受欢迎吗 这个在什么场景下 可以应用吗 你看比如说 有一个女朋友和男朋友 出去吃饭 说你这个吃饭 好好给我吃饭 不准玩手机 一段恋爱已经需要用到手铐了 这 虽然每天都很忙 但李军却总有闲情 去死磕生活中 让自己不满意的地方 甚至还为此开发了一款 有味道的APP 16年的时候 我突然觉得 有一天上厕所 走到这一层 厕所是满的 然后再上去一层 厕所也是满的 再上去一层 厕所也是满的 特别着急 我都想 我说 我如果能够提前看到 哪个厕所有空位 我直接去就好了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 就是测联网 你可以说 我跟你看 现在可以用 他去哪儿蹲 我选男生 然后我选 我选A座 我选A座 我选四层 我选四层 好 现在我就在看到 A座的四层的 这个厕所上 你看现在 有哪些地方被占用 像这个 我就能找到 附近的空闲的位置 我就可以直接去 除了在虚拟世界 行侠仗义 在现实中 李军也像侠客一样 喜欢各种挑战 蹦床 蹦极 赛车 以及瑜伽 太逗了 如果说从生活上角度来讲 我们经常能看到他三五天 不洗澡 不洗头的样子 他刚来的时候是个 就是实习生也是个小鲜肉 那个时候也很帅 对 俊哥的就是个人魅力比较强 就是身边有好多妹子 这就是令我们这些 扎纳称奇缘比较羡慕的 放弃这个人 我一直是很崇美他的一个人 我就是他一个小魅力 很令人羡慕啊 对 我觉得他也打破了挺多人格的 这个既定的设置了 比如说以前你觉得一个黑客 可能没有那么多迷妹迷弟 对吧 也没有那么热爱生活 但我觉得他还是一个很圆满的一个人 在这点上我同意你 认识的很多这个安全界的人士 都不太一样 可以问一下谈过几任女朋友吗 你明目张胆的黑客谈 不可以 你有时间谈恋爱吗 因为三天不洗澡 五天不洗头的 你有时间经营个人生活吗 其实不是没有时间吗 就会忽略 像我那个同事说我没有人性 我觉得他说的还挺对的 就是说有些东西 就是我 比如说你觉得 就是今天要过个什么节日 或者什么的 我能想起很多回忆去很多事情 就是那个事情回忆不起来 他应该可能不在我的兴趣范围内 或者什么的 就是你觉得每天都要洗澡 是热爱生活 但他觉得去蹦极 的同时还要去练瑜伽 是热爱生活 只是大家不同 不同角度而已 但是我觉得有点意外是什么呢 就是他说做瑜伽 我就不知道是真是假 你知道吗 就是 真的真的 是真的是吧 真的 瑜伽是因为你追求那个瑜伽的老师 还是什么 追求 潜意是闪过这么一个念头 要去看看女生 但是其实不是的 去了之后我发现很让我放松下来 能让我就是慢下来 去思考一些更高层的 比如说我们的 我们黑了电脑 我们黑人了 人类这个意义啊 什么人活在干嘛 那种这种东西 而且你这个破圈破的有点猛 从气球圈直接到了信息安全里 那我觉得李军 他可能跟别人不太一样的地方呢 就是别人综合考不出来的很在意 李军的综合考不出来 他无所谓 他就干他的这个事情去了 对 王坚博士的意思就是 考进斯坦福只是人生当中很小的一部分 很小的 人生很大的一部分是考不出来的 对对 可能拆汽车的乐趣要大大的高过 如果在斯坦福读书的乐趣你知道吗 完全同意 完全同意 他绝对是一个被自己的激情和兴趣驱动的人 对 这样的人是最了不起的 我自己觉得 我自己觉得 其实世界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就变得很有意思 同意 同意 我这次去杭州是要参加一个非常有趣的活动 Difcon Group是全球顶级黑客大会旗下的沙龙活动 2016年李军第一个把他引入国内 在北京举办了Difcon Group 010 此后在上海 深圳 杭州等十多地 也陆续成立的Difcon Group 李军也成为了国内乃至亚洲的主要对接人 为什么说现在我们要关注汽车的安全呢 因为你需要做自动驾驶或者辅助驾驶 你必须要有你的电子控制系统 能够控制这些个驾驶 所以在这些电脑在遭受黑客攻击的时候 它是可以去被远程控制来控制这个汽车 这种技术交流活动的话 不是在什么大的那种会议厅什么的 而是在普通的一个酒吧 大家非常地自由地 从轻松的范围下去交流技术 真的能够在这能够待下来的 都是实际是做技术的有兴趣的人来的 在这场大party上 李军还偶遇了曾经自己资助过的 2050的学生 那真的是去年的学生 找到了 我记得他有缘分了吗 这是19年4月28号 第一届的时候 这是第二届 卢宇涛今年刚刚毕业 见到李军他非常激动 说他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 就是接受资助来到2050大会 以前的他由于成绩一般 一直是班里的一个小透明 但有机会来到2050 看到一群热爱科技的人 在台上意气风发的演讲 自己备受鼓舞 在这次的DevCon Group活动里 他也第一次有勇气 站在一群人的面前 分享自己的见解 李军说计算机大会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而现在2050大会就像极了之前的计算机大会 所以在他参加2050大会时 也做了一件有侠客范的事 他沟通了DevCon Group 共同资助40名有科技理想的大学生 参加2050大会 很多大学生一个月生活费就几百块钱 所以我想呢 我们把这个门票给他买了 我们把这个住宿给他解决了 这些大学生来到2050 这样一个跨学科 跨产业 跨技术领域的这么一个大会来 肯定能激发不少他们的这种创造力 这是一个正反馈 就如果没有说他们当时就支持我来参加他们大会 我自己体验那种体验的话 我可能也不会想到说我也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 相当于以前他们给我的正能量 现在我把这个正能量又反馈给了这个社会这个大系统 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为什么都要去做一些 就是正能量的事情的原因 此行李军来杭州的目的 还想号召杭州的黑客们 一起去干一件大事 我们最近站在那个云星小镇那边有台车 大家有兴趣可以跟我们过去一起玩 这个车是那个阿里云的王坚博士给我们研究的 所以就相当于大家随便玩玩坏了人家博士兜着 是那个车玩 那个车是个什么概念 怎么玩那个车 就是研究它 可能要研究的时候 要把里面的长长度度都翻出来看一看 到底是怎么工作的里面 这个拆完以后啊 其实很难的就是再装回去 所以博士兜底是吧 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可能 要多做一点事情是能鼓励一些人 找一辆车出来让大家拆一拆 那我觉得以后李军这样的人就会越来越多 季老师 我作为一个小白啊 如果我也在车里 我也握着方向盘 他也在操控我的方向盘 谁掌控这辆车的概率更高些 如果是从攻击的角度啊 攻击的角度啊 攻击的角度 黑客嘛 因为我们讲究攻防嘛 攻防实战 所以如果是从攻击的角度啊 我觉得李军 哦 我是握着方向盘的 其实应该是没有用的 其实你以为你在打方向盘 实际上你在控制车上的一台计算机 那台计算机再去控制他说的那个东西 所以他把那台计算机截了 就把你给 把你中间给截掉了 所以他控制是这台车的中枢神经 对 我们对他进行了一个初步的拆解 看到他里面的这些模块 是怎么联系在一起 有哪些工作员里 so this is the sensor input this is the control line 只有对这个汽车进行的一个彻底的了解了之后 你才能去想象说 有哪些攻击它的可能性嘛 这样一次黑车的行动 其实相当于为汽车做一次全面的信息安全检测 找到可攻击的漏洞也并非一时 其实就是各种电影啊什么的 给你感觉好像黑车几秒钟就搞定了 其实不是这样的 李军说 在复杂的汽车架构中 要想发现安全漏洞 无疑是大海捞针 需要长时间的战斗 首先你得要去把这个车的这个 工作原理先了解清楚了 然后里面的网络架构啊 这些都去分析清楚了 才能谈得上去攻击 然后去攻击的时候 你有一些想法 你还要去挨个地尝试 所以这不是大家想象那麽简单的事情 所以这不是大家想象那麽简单的事情 就是可以我看到就是它里面有一些 ATP的资源啊卡与啊 是没有加密的 它也没有加密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违上一个服务器 去给它推送一些假的这个返回一些假的信息 可以的 它那个 对它哪些数据没有加密 重不重要 是控制数据吗 虽然找到了突破口 但要想发现安全漏洞 还需要研究路径 开发工具等等 即使研究出全套 能不能成功 也需要最后一搏 那我们就来试一试 对对 攻击一下那个攻击程序试试一试 所以你这个 它有没有上你的服务器请求数据吗 我再刷新一下 你看有没有请求 不行 我这边 这边是找不到那个 抓去不到 我们没有坚持成功吗 对 现在是抓不到数据的 行吧 行吧 我们再试试其他方法 其实在汽车厂家在做的时候 他肯定是努力地把车做得更安全 做得特别安全 因为他们对车其实 因为他们设计 他们更了解 所以短期内找不到漏洞是很正常的 所以其实我们这几天下来 我们对这个汽车已经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找到了一些可能存在问题的攻击的点 然后我们会挨个去尝试去做攻击 看是否能成功 片子前面 我们第一段看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好像车很不安全 对吧 那你看我们把车真交到他手里 他这几天也没找出有什么不安全的地方 所以从这个角度也证明车是很安全的 现在的李军并不满足于 只在虚拟空间行侠仗义 在现实世界 他还有比攻破这辆车 更重要的事要去做 将来咱们这个社区是可以到一些偏一点的地方 类似于他们去支教那样 我想把网络安全这种活动 带到偏远三七七 因为我其实来自的地方不是一个大城市 有的东西 你直到你看到那个一刻 你看多了 你才会有那种想象力 想象空间 像孩子们是非常有创造力 学习能力的 我是想通过把我们这些活动 搬到那些偏远地区去 让他们这些孩子增长他们的见识 看到一些可能性 很久很久没有人 像现代社会人 没有去提侠客这种英雄这种东西了 觉得太什么太怪了 但事实上其实每个做网络安全的人 其实心里面都有一种英雄情节 能给人带来安全感 带来这种保护 其实是一件非常值得自豪的 骄傲的事情 李军 接下来你还会有什么样的梦想 想去实现 谈不上什么大的梦想 就是觉得 其实我觉得就是 可能将来的话 还想再偏一点地方去 所有的科技类的活动 比如说我如何用个电脑 太阳能电子板 弄个收水机 对吧 弄个什么感应器 这种泛科技类的 都是我认为广义的黑客精神 就是我觉得我看了这个东西 还是蛮感动的 一个黑客还那么傻 你知道吗 就是黑客一般会很少关心 他自己关心的 以外的这个世界 他比较沉浸在自己里面 他能关心说 还有一些就是没有机会做黑客 没有机会接触技术的人 他应该去关心一下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第二个呢 也反映了技术变化以后 对人的一个新的挑战 但一定会有新的人 出来面对这个挑战 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是 这样一批人 随后来想想黑客这个事情 这首先是翻成 狭客是最好的 今天带了什么东西来到现场 带了一本书吧 我写的那本书 也是世界范围的第一本 就讲智能气色安全的书 非常感谢李军 今天来到我们的这个 遇见2050 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了 就需要像你这样的狭客 你的剑出窍 是为了其他人所有人的安全 我们也希望你的剑 永远不需要出窍 但那把剑 永远在你手中 你就是那个侠客 谢谢你 大数据领域的领军人物 就是跟大佬 一个很远的存在 但你俩能写100天了 有点不太修边幅的那种感觉 我是一个修边幅的人 我们现在都活在一个大数据时代 不研究大数据 现在应该还能研究什么 那我们就能够判断 你是不是在说谎 还创业啊 那当时呢 我们跟我们一起竞争的主要是 IBM 三星 下个月就揭不开锅的这种状态 甚至骗他房子 大数据 但最大的社会价 可能就是周超做的这个